作曲編曲 其實都沒有概念 嘗試拼拼碰撞 然後這個項目為何砌成這樣 我認為需要參加者也好 寫歌或藝術人士也好 需要很多方面、很多角度 也有存在著彈性和開放的態度去參與這件事情 《藝動人生》是一個三年的計劃 在這三年中,社會工作者和藝術工作者一起互動 跟年輕人一起去創出不同的計劃 去呈現他們的成長 我們之間的合作 其實不是說要大家事前有很多共識要談好 而是可能當下發生的時候 發覺社工也有他的意見 然後我們就… 大家居然有一些自然地發生 還有會有些轉變 不同的是青年人可以自主決定 我演出的劇本是甚麼內容他們可以自己決定 上台的演出他們的決定是怎樣跳 其實全部都是青年人和藝術導師一起合作 真的要多嘗試 不可以讓現實的框框去框死自己 這個世界很大 你不要只局限了這個框框 你一定要跳出框框的東西 去勇敢地闖出自己一片的天 一開始我覺得很難 一開始全部不懂 就好像每人是一個個體 但我們現在是一個個體 全部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看到多角度的東西 然後去幫到自己的成長 也不是找到自己多一點 它不是單單單在技術層面提高 而是在打打打打打打打 uży的心的 他們真的可以看到一些自己 我覺得這個讓展應該最有趣的 是這個時間長度 我真是可以從一開始 可能會碰繩或M 받 到慢慢墊入中期的時候 找到一些方法了 然後去到最後呈現的時候 又看到大家的成長轉變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是成功的 而轉變帶來令我微微笑的 就是當年輕人寫了一些反思給我們看 很欣賞年輕人 甚至說我初初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過因為堅持下去 所以我就覺得原來我這裡是打開了一個新的窗戶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 藝術是一個展示的方式 但是是一個以人為本的一個項目 Alphor XS的參加者其實在飛機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我們會學到 可以有一些訊息或者技能 可以避免它 就一直組裝好這艘飛機 它就可以去更加圓的地方 謝謝你們 參加者好 汲aks